鍾醫師 我們要怎麼樣教大家預防一下 可以教大家一些簡單的穴位 我們可以從手部的穴位開始 我們手有一個叫做 織勾穴 我看到了醫生你準備了很多穴位 我們有個人體模特兒準備要來露腿露手 通通都來給你來站這個地方 來 醫生來弄我 織勾穴在手上 對不對 醫生來弄它 織勾穴在手上 就是它在手腕下三寸的地方 三寸就是我們大概四個枝頭 然後放在這個位置 所以大概是這個位置 清水溝的穴 對 清我們身體裡面的水溝 它是三膠巾可以清氣穴比較卡住的地方 那有分左右手嗎 醫生好像有點大力 我問到問題 我跟你講 我算水溝不通 會痛嗎 會酸酸麻麻對不對 你以為你很健康 他會怎麼樣 最好用力 可能水溝不通 親親按摩就可以這樣 他就會覺得酸酸麻麻的 好像有點酸酸麻麻的 對對對 那他除了清水溝之後 他還可以有一個很重要功能 他可以 處理便秘的問題 對對對 那我要學一下 看一下點一下 拿一個點 就是要用自己的手 要用自己的手指 用自己的手 自己才會準 因為四個指頭 然後從這個 走橫 往橫下面 然後大概這個位置 壓壓看看 然後就是稍微按摩一下 他就會贏 沒感覺 要我幫你按 自己按都會比較小力一點 就是別人幫他就會覺得 比較 也還好 水溝有通 那表示你是通科 所以你便利的你會痛 我是腸胃確實不好 還有咧 接下來就是河谷穴 河谷穴大家應該都很常聽到 都在湖口的地方 就在湖口的地方 湖口 然後其實它也是一個穴區 就是我們去找到 比較鼓起來的地方 對對對 河谷穴 那它是屬於手陽明大腸經 那陽明大腸經 它是多氣多血的經絡 那它可以增加我們的代謝能量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那個 補充體力的一個穴道 那第三個穴道也是 手陽明大腸經的叫做驅池穴 驅池穴 驅這個穴呢 我們手就是要拱手 這樣才會 取到正確的穴道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這些代謝症候群的人 他是不是身上都會有一些 小小的發炎反應 驅池穴它是屬於 比較清熱 把那些不好的 腫啊 熱啊 帶走的穴道 那它的位置就在於 我們拱手之後呢 手肘的一個橫溫 有一個那個縫的那裡 對對對 手肘的那個橫溫的地方 那它也說 它也是血如其分 它的驅池的池就是一個 凹陷的池子的感覺 所以就是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凹陷的地方 按下去就會覺得酸酸的 有 有 很有感受 你身體並沒有很好嘛 你還說你年輕 有啊 它現在真的也會酸酸凍凍的 對對對 好 這就是一個是補 然後一個是清 然後還有一個清水溝的 還有第四個穴道是 在腳上 小腿上 叫做蜂龍穴 蜂龍穴 它的位置在小腿的一半的位置 然後往外大概一寸到兩寸的地方 所以一寸就是我們大拇指 最好是用那個自己的 對對對 然後大概一寸的地方 然後再往外推一點點 那蜂龍呢 它是一個中醫來說很重要的去彈的穴道 我們用力去按壓 它的穴位比較深一點點 對 它酸酸麻麻對不對 有一點點 可是我剛剛覺得手好像還是比較透 對 這地方一般來說我們是用針去取 因為它位置會比較深 所以你按得很用力 很用力才會有感覺 有有有有感覺 有感覺 它是一個曲彈的穴道 好其實穴位的東西 大家都可以試著按按看 其實中醫師當然是抓得最準 不過其實大概那個區域 就是按一按也都是有用的 稍微多少有點聯動 放棄起來